很多人都會覺得今次是盡地一波 駁完單車變摩托 為什麼我們年輕人要去玩股票 是因為我們沒有這個機會 去平平平穩著賺錢 當時覺得賺過一次錢 賺快的錢很容易 一開始我10月1月的東領時 10點半開始 晚上五點收市 我簡直是無憤 真的在忙碌 不停在refresh 我想要賺一顆半板的聲音 我叫Marco 現在就在香港總會大學傳理新聞系讀 Final Year 由一月份開始有炒股票 現在就由五位數到六位數增長 差不多有600% 我最近都聽很多朋友說他們都開始玩股票 因為我讀了大學這段時間 其實剛巧香港都不一般 風氣不一般 才是社會,再是疫情 大家其實很停滯不前 隨時其實連學都沒怎麼上 大家就變成了留意的東西 可能會是一是明星,一是股票 就快大學畢業 理應是埋手學業作最後衝刺 預備找理想工作的時間 不過Marco就發現身邊的同學 近年每一天都在看財經新聞和股票 之前尤其是在2021年的12月 去到3月是牛市 那時就升得很棒 每一隻股票亂買都會慢慢升 唯一令到開心就是這件事 起碼是實質有錢賺的 為民措施 現在都不是發展得很好的時候 對現在很惆悵 對未來很迷惘 這兩種感覺加上就想尋求一個突破口 好,想另一件事會否有改變 找份好工又找不到 當初我覺得 我自己來說 為何我會萌芽去接觸股票 我一陣子就評過新聞黎智英被捕 有網民買入壹傳媒的股份 計算一下就覺得三天而已 賺這麼多錢 就開始自己玩股票的生涯 我家經濟不太好 又未去到三餐溫飽 我都要想 但會想改善生活 Marco在中四開始 已經完全沒有零用錢 要開始做兼職 現在主要做補習 每個月要求自己最少賺到七千元 當中三千元給家人分擔租金 和水電煤 其餘四千就是給自己的生活費 和積蓄 人們經常說物質生活不太重要 但你甚麼都沒得做 除了大家一齊出來玩的感覺 第二種實在是 有些東西拿著在手的感覺 是開心一點 可能賺錢都是其中一部份 Marco於是用了一個月時間學炒股 將來自兼職 甚至是學生資助的所有積蓄 全部放在股票市場裏 更加有想過要全職炒股 有書、有頻道 頻道會叫做外匯仔 其實不止它 但學技術指標多 這些是公認的 入門必學的那些書 Notes 就真的有作Notes 例如我會寫極多類似的東西 我連中學都沒有讀這些 但我覺得自己數學比較好 有少許幫助 例如這個開始就是數據面 例如分析甚麼是MA 甚麼是陰陽足 甚麼是支撐位 Sway Trader 應該做甚麼 例如看圖表 例如看陰陽足 甚麼是三大 大概是 投資 起碼在做買賣 你沒理由不懂一些東西 我當你賭場賭錢 你都要知道大小怎樣玩 單納 股票一樣 第一次入場買了一隻 叫做FTFT 其實我連甚麼都不懂 當時我個人是比較進取的 就全入了 總共賺了80% 你當一招得智 就覺得很厲害 所以就名下了 你打算炒股炒成一輩子 其實都是在這裏出來的 不過賺錢都有風險 難道不怕一招清袋 做了水魚嗎 就不同以前 又要分析時事專家說甚麼 然後大家要去聽聽那個話事人說甚麼 看財政年報說甚麼 牛市入場 就像我這班 他們就會覺得 不用看這些 當然現在我這樣想 就是 真是死好命 如果不是 應該我是選手爛腳那個 炒股的時候 我看到有一天 我不想買得不太好 同一天它跌了 我三萬元本 跌了四千元 那一刻真的害怕 害怕得冒冷汗 糟了 沒有了很多錢 重視錢得來 更加想要錢 我拼了可能沒有了 我知道 但如果我拼了 又真的賺到 那我的生活又再好一點 你不投機 你哪有方法爭取向上走呢 就是這樣驅使 我有一個想法 就是全都內心 例如你有一天洗大 有剛好那天虧錢 不行 我再洗腳抹腳 萬一我繼續跌 那我就死得人多 變了一筆錢 又真的沒有那麼大 衝動 說要 抽出來一定要買 買一個計畫 或者出街 可能去一些 Staycation 又會花錢 然後就沒有了 基本上都沒有 其實現在是 聽起來好像好港珠一樣 不過Marco就自問自己 跟以前一樣 那麼關心社會 不過多重的無力感 就令他慢慢覺得身邊的人 以至他自己都傾向多些 為自己著想 要將社會問題 暫時擺在一邊 我沒有討厭的情緒 但你也是很討厭 有些我做到的事 其實我也有做 譬如捐一些錢 我也有的 但是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其實又反過來 我有一些熟罪卷的感覺 內學我可以做的事不多 其實整個香港來看 可以做到甚麼 其實我又不是很想到 可以做到甚麼 你一出來 基本上你站在這裏 都可以被人帶回去 去到一個地步 我覺得犧牲要有一點點意義 你要我再為社會去做事 沒有問題 但如果為社會做的事 那個性價比不夠高的話 我會想想自己多一點 在絕望之中 他反而在股票裡面 看到自己上游的希望 連身邊的女朋友都受他影響 一起炒股 我家裡也有說開股票 那些東西 然後一直都有開了一個帳戶 但是沒有用過 都是他帶我進去的 因為相信他 因為他跟我說過了之後 我就覺得 嗯 那我都可以all in 那都想找大一點 就是我們都是會說很多 一些關於錢的未來事 例如可能是 將來如果真的要一起租樓住的 或者真的買樓住的 會是哪一區呢 又或者會不會有些基本的 裝修還是想裝修得漂亮一點 我覺得在接觸股票之前 是沒有太多說的 可能接觸股票 甚至乎是賺了一些錢 就會開始有些幻想空間 多了錢之後反而會想 我有不閒錢 我會想去真阿直 會有一個開 可能開cafe 開餐廳 這些夢想 會突然之間 pop up 因為之前都沒有想過 我覺得算不可能的 都沒有這一筆 最基本的資金 都是打份工就算 有時在IG 都會看到有些人拍自己 或者說這隻股要怎樣怎樣 所以都覺得很多人開始有炒股票 炒股這件事 在大學生之間已經不罕見 朋友即使沒有買股票 都會懂得說一兩嘴 一大群人約吃飯 股票也是重點話題之一 你有沒有聽過一件事叫做被捕蓋念 是他們自己提出來的 總之是當下有什麼人被抓了 就立即要報定 其實一開始是我慫恿他們玩東西 他們已經有模有約了 會飛就自己玩 對嗎 坦白說我真的沒有預期過自己會這樣玩 反正你傻了 我們當然是說夢想那些 你做人的樣子 實際了 以前就是想夢想要衝 現在不是怎樣衝 會想多了這件事 有些人簡直會形容 炒股才是正職 做事才是負職 我覺得都是一個希望 看到錢金自然就有希望了 假設你想移民也好 想買樓也好 怎樣也好 我覺得這也是其中一個方法 我覺得有 現在這一代是很進取 或者是積極的 尤其是經過壹傳媒 GME AMC 這三個東西 當時大波幅 就會令到 profit percentage 會想多一點 老一輩的 你可以說它是保守一點 年輕人會比較進取一點 可能年幾兩年前 形容到大家出來 可能會是 說真的 是談一下 未來有些移民 我怎樣移發 然後可能會在群組 分享一些移民資料 怎樣叫5加1 大家出來 很共同就會談這件事 起碼會擔憂一下 會計劃一下 對比起 我想再以前一些的 我們這一屆 是比較特別 可能我當兩三年前的大學生 會不會是談這些話題 我又覺得未必 現在的人是談得 股市或者談賺錢 是多很多的 覺得香港沒什麼希望 都是搞自己好一點 最起碼自己的生活好一點 你才有心有力去做其他事 聽他們這麼說似乎很悲觀 其實Marco都有個小夢想 他喜歡寫作 也曾經出書 曾經有做全職作家的念頭 不過因為生計問題 唯有暫時覺知 又不是說有錢才能想到這些東西 而是沒有錢肯定沒有得想這些東西 現在這個腦袋 還有很多故事是未寫出來的 完成這些故事 都算是我的夢想 有了錢之後 你就不用擔心物質上的東西 你有多點時間 就追求心靈上的東西 不過你說是否夢想大到 是甚麼不做不成功 我又覺得未去到 但如果有機會 給我一定去做 因為始終我覺得 暫時為止 生活大過我的夢想 我想先生活好一點 之後才再想夢想 記得訂閱果子啦 還要按鈴鐺